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别人都赚两倍了 你的回报率好低哦 我还年轻 我还要找高报酬的成长股 指数化的投资太慢了 不适合我 台积电都已经涨到600以上了 你的美股投资行不行啊 嗨 你好 我是澳洲奶爸的小贩 刚才讲的情况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吗 今天就想要跟你聊聊的是 如何面对质疑投资美股ETF的终极考验 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仍让有这些从事指数投资 但是因为周围人士不断质问 而有极大困扰的朋友 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应对 最后我一个很简单的数学的例子 来确定 早点进入指数化投资绝对是对的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 被动收入和资产配置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哦 好 那我们开始吧 现在的股市呢 他已经破了1万5 而根据金管辉他发现 年轻族群现在开户人数比例越来越高 代表散户关注股市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 有人赚了不少 对于指数化的投资也有不少的批评 说这一波啊 好多个股都已经赚了好几倍 特斯拉一年来涨了七倍 台积电股本庞大他现在也涨了一倍 小贩你自己说的那个VT呢 他一年来从80块变95块连20%都不到 这也太可怜了吧 而且如果另一半啊 对所谓的指数化投资不了解 不免会有所质疑现在这个报酬率会不会太低了 要求改变策略 也有的另一半他会说呢 你都把钱放进去了 口口声声说都要为未来的退休做准备 那未来什么时候退休呢 我都不知道 现在的纸上富贵我也拿不到用不到 那我干脆现在花钱来买东西好了 这些都会让原来想要做长期指数化投资的人 无法持续下去 原因呢不外乎就是这三点 第一个 不了解指数化投资的意义 当我们还在说指数化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代表的是资产配置 再平衡长期持有和市场一起起伏 平常就不要管他做自己喜欢做事情 这种观念呢 跟别人还在谈要努力了解投资 让自己的理财知识增加 然后最后让自己的投资报酬率就不断的精进 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也因此会觉得说这指数化的投资方法 根本不适用于我的批评 第二缺乏年化报酬率的概念 很多股市的沙场老手 他会说我一两根停板 就让你的报酬率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但是长期下来 在大行情不佳的时候 这些股市老手他一定都有摔跤过的情形 但是人有记住美好 忘记悲伤的天气 如果用真实的年化报酬率来看 其实95%的股市参与者 他长期而言根本就是输大盘的 如果没有用年化报酬率去看 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长期成绩单 这就好像开车要知道路况 那年化报酬率就是最重要的成绩单 如果我只是用我赚了钱买的房子 赚了钱买的车子 那比较的标准就很难一致了 那没有一致的比较逻辑 就会一直看到上涨的股票 然后就会不断的想要用个人的能力 然后来达到个股上涨的时候 带来的高额报酬 第三个就是没有公司 如果冲突发生在夫妻身上 而且财产共有的比例又很高的时候 没有公司就会造成指数化投资中断 比如说呢 有人突然说我要买房子 又要买车子 然后朋友难得爆了一支名牌 要赶快all in 只要是关于动用家里资金 比较大的比例的时候 这个就是考验共识的时候 第四个就是要 允许我是对的 人际关系中常常会有 祖虫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我们不经意中里都存在了 而地位很容易因为不小心 而扮演了是与非的定位 如果说是先生赚的钱比较多 或者是说这个太太他是玩股票赚钱的 常常就是家里的理财的地位比较高 在每个关系里呢 总会有人在某个题目上 或是在一个领域上 他是比较主导的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自然的分工 如果大家的目标一致 平常合作 你做A啊我做B啊 倒也鱼帮水水帮鱼相得益彰嘛 但是当有人如果他被质疑的时候 这个就会发现 这会影响他远勇的地位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本能的想要保护自己 如果说平常先生是理财的人 他是买个股的 这时候太太如果说他想要买指数 然后先生因为觉得说 自己作为财务管理的人力 好像是被侵犯了 好歹也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啊 极有可能就会先批评这个方法 是有问题的 然后想办法说明呢 他自己是对的 这就已经变成了地位之争 而不是理性的来看待 要采用什么样的投资方法来投资了 所以了解了会发生这些冲突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不了解指数化的投资意义 第二个缺乏年化报酬率的概念 第三个没有公司 第四个争取我是罪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提出了几个方式来解决 第一个是共同的成长 如果今天质疑的人是你的另一半 会影响你的投资 甚至破坏投资计划的话呢 还是要和他沟通你的想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他来了解做指数投资的意义 很多的书籍或是这个频道的一些内容 作为第三方来比较公正的来做一个说明 而且透过这个一起成长 不但投资起来 大家的配合度会变得比较高 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预算 和本来没有想到的别的事情一起考虑进去 然后就会开始发现 我们好像要起省一点 然后共同来规划未来的开支 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资产配置的种类 来做分散风险的动作 第二个就是要保持尊重跟保持距离 如果你和他的财务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且他最指数化的投资非常的排斥 你觉得目前没有共同在指数化投资上 讨论的空间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 还有保持距离 我也有好朋友 他从事股票的投资 他对自己的研究非常的努力 他对自己的成果也非常的满意 我也曾经跟他聊过指数化的投资 他告诉我说 他还是觉得靠他累积的知识和研究 就可以创造利润 对他来说 这也是人生努力的果实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 有时候问候 还是会关心一下他操作的情景 其实就是完全在关心他的生活情形 对于做法我就完全不讨论 因为这个是两个非常极端的投资方式 这就好像投资大师巴菲特 他劝一般人说 你们投资指数型基金就好了 但是巴菲特本人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 他是不会的 如果一直要在这上面争执 只是要证明说 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赔去的只是这段关系跟友谊 其实是非常的不值得 第三点 可以拿一点钱来买个股 有时候人家会说小赌移情 有些人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像是朋友不断在旁边的影响啦 然后自己工作上业内的资讯 工作的关系 总会觉得说 有些机会啊 机不可思 那我建议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话 那就抽一点点资金来试试看 可以满足自己想要玩个股的欲望 这样也许在心理上可以稍微平衡一点 第四个就是要用年化报酬率来检查成果 年化报酬率就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绩效指标 没有第二个了 我相信每个人在2020年如果有买入股票的 数字货币的或是指数的ETF通通都赚钱 但是呢长期下来一定要用年化来看 久而久之就会更有信心 就更有可能长期投入 进而走过别人质疑的过程 而且啊早点进入指数化投资 它产生的复利效果 其实非常非常惊人的 我这里试算一下 我假设有两个人 贾跟乙 他们年纪一样 贾呢他在20岁的时候每年存12万 也就是每个月他存1万 然后他投入指数化的投资 假设他的年报准率是7% 乙呢他就是没有做任何人 而投资开始先享受人生 到了30岁的时候 贾开始觉得说 欸不行我也想要享受了 然后就开始不存了 但是他原来的钱还是放着 继续做指数化的投资 所以他还是有年化7%的报酬 持续成长 那乙呢刚好相反 那在30岁的时候开始觉得说 欸我好像要帮我以后开始着想啊 于是他每个月开始存1万 做指数化的投资 我也假设他的年化报酬是7% 那你认为在65岁的时候 贾乙要退休的时候 谁累积的资产比较多呢 答案呢其实是贾 这就是复利所造成的结果 即便乙啊他已经努力了开始存 多存了36年 但是他总资产竟然还是比存了10年的贾还要少 那如果呢乙真的不甘心 他说我一定要追上他 虽然贾65岁退休 我也要跟贾的资产一样 这时候他只好一直做一直做 这个时候我算过他要做到80岁才会跟贾一样 一个奋斗存50年才能追上一个只要提早10年 然后存了10年的投资策略 如果呢贾呢他在30岁的时候还是持续的投入的话 在65岁他的差距更是惊人 贾他会累积3680万 乙呢他则是累积了1786万 那如果贾呢他65岁退休 乙他想要追上的话 那他就算做到200岁还是没有追上 还是只有贾的一半 这些数字都是很简单数学就可以算出来了 有的这个试算 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指数化投资 其实是很厉害的 根本不会被个股的投资建议所动呢 而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一定要早早的开始 绝对会更早的丰收 在指数化的投资上 你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请在留言区让我知道吧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影片哦 我是小范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